接下來我們來談一下有關JASN的部分 這邊的話我會提供給各位 第一個這個是行政院的環保署網站 或者你拿其他也OK 打開之後的話 當然這個網站其實它也提供三種 JASN XML跟CSV 那我是拿這個JASN點下去 然後它彈開來就長這樣子 那你會發現 這個JASN的格式的話 它有一個固定的模式 什麼樣的模式 我把它再Ctrl加好 放大一下給各位看 因為這樣看我比較清楚 有沒有 先不要看這個中瓜糊 因為有的JASN檔案 它沒有中瓜糊 有的會有 有的沒有 反正它格式還是會有一些不太一樣 但是一定會有大瓜糊 所以你看到大瓜糊開頭 再到大瓜糊結束的話 那這個等於就是一筆資料 那一筆資料你會發現 它跟下一筆資料有一個共通的點就是 它前面都會有個Key 後面有個Value 有沒有 這個Key的話 你可以把它當藍位名稱 藍位名稱就是它的Size 哪一個站 哪一個County 哪一個縣市 有沒有 然後PM2.5的數字多少 然後它是CREATION的Date 就是哪一天產生的 有沒有 然後它的什麼ITEM UNIT 就是它的單位 也就是後面的話 你會發現一定會有這個Key 都一樣 一直重複 所以我覺得在 Jazen格4裡面有個缺點就是 它藍位名稱一直重複 Key的部分一直重複 而且滿浪費空間的 為什麼不把它 所以這個CSV就沒這個問題 CSV就是一個藍位 下面就放它的資料 就固定這一欄 那KeyValue架構的話 不會沒辦法 因為現在很多人都這樣用 那總有它的好處 我們需要是什麼 其實不用拿 不用抓前面的 因為前面的部分都固定 其實我們主要是要拿什麼 拿它後面的這個資料 有沒有 那假如說 我們要練習的話 因為如果它全部抓下來的話 可以先做D鍵 因為我們先 按部就班 因為這個其實我後來發現 其實有點難度 我們先分幾個階段 第一階段 請你先把第一個做大瓜壺 先把它複製一下 複製到哪裡 我是把它複製到 這邊一個G1的儲存口 我是把它直接合併儲存的 這個區塊 那我就把它貼什麼 貼剛剛的大瓜壺這個範圍 那我先處理其中一個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我第一個題目 或是有點難 請你把這個資料裡面 幫我切割之後 放在這裡 那放的話就是 Key不要 我只要Value Key不要 我只要Value 所以你會發現 就是這一個 這個就放這裡 這個就放這裡 有沒有 一直在推 那這個地方要怎麼樣去切 那這裡的話 跟各位講一下 其實 這邊可能要做兩次的Split 兩次的切割 然後兩次切割 我第一次的話 你可能要切什麼 切豆點 有沒有發現 它這個豆點 就是每一個資料 跟資料 有沒有 就是 1 2 3 4 5 5個資料嘛 對不對 剛好就5個 那 可是問題 如果我今天需要 是後面的資料的話 那第二次切割的話 就是在把這個資料裡面 Splitter 切割的話 再用冒號 把後面的資料切割 切割出來之後 再把它放到這邊來 OK 應該可以懂這個邏輯吧 不過這一題 難度就比 就比XML難太多了 那等於是有點複習 前面我們教過的 那個Splitter切割 所以Splitter我講過 其實非常非常的好用 那怎麼做 首先的話 第一個 我大概因為時間的關係 大概沒有太多時間 所以我直接來看一下 那個對應的程式 那所以呢 我這邊有寫一個叫 一個Splitter叫 JsonSplitter RANGE 第一次是說 把它切割之後 放在這個RANGE 那首先的話 當然第一個 我的S 直接從哪裡呢 從這個G1 就這個 我把它合併儲存割 然後把它丟過來之後 第二個的話 那我要做 兩次的取代 那取代什麼呢 第一個喔 我取代裡面的雙引號 因為裡面一堆雙引號對不對 這些都是不要的 如果你沒有取代掉的話 那將來會看到一堆的雙引號 那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要取代雙引號的話 那特別注意喔 這個跟那個拖一支援還蠻像 Python裡面是 用反斜線雙引號 那在PPA裡面是什麼 它就是用兩個雙引號 要當成是一個雙引號 所以特別注意喔 它裡面喔 就是要雙引號兩個 代表是這個雙引號 是我要取代的 這個可能要特別注意喔 那用replace 直接就取代了 OK 取代我G1裡面的雙引號 幫我取代成沒有 第二個如果裡面有空白 也幫我取代掉 意思說把雙引號跟空白 第一個先取代掉 那第二個的話 那我先再來這SPRIT的什麼 SPRIT 我不是全部拿資料給他 我SPRIT的部分的話 我是拿這個S 的第幾個字呢 其實我是從大瓜胡的後面這個字 所以是從這個第二 第二個 不過之後這個雙引號會被移除掉 所以應該是從那個第二個字開始 這個因爲這個雙引號拿掉 那就從第二個字開始 所以我從第二個字開始 到總共的長度 減掉2 減掉2的話應該就是 後面這兩個不要 OK 然後呢 第一次先幫我把那個什麼 把痘點先割開來 所以喔 把它切開來之後的話 那就一個一個 先放到這個array裡面 這個陣列 那再來的話呢 後面就是要把它 把它分別放過去的話 怎麼放過去 所以我這邊多一個 C等於1 C指的是藍 Column的縮寫 等於1的話就從第一藍幫我放 所以我這邊的話就是 再來的話把這個 for i 等於0到u bound 這剛剛有寫過嘛 就是這個陣列 總共因為5個嘛 所以0到4嘛 所以這個應該會得到4 然後呢 再來就是怎麼樣 再到這邊的時候呢 用Sprint再切 一樣用trim 把前後的空白拿掉 特別trim 這個切割的話是切什麼 再來就切空白 特別注意喔 意思就是說 我先切完 剛剛的這個部分 把這個先切一個 這個切一個 切開來對不對 這個等於是個別 切開來的 然後呢 再來我再用Sprint 再用那個什麼 切冒號的部分再切 那切了之後呢 這邊是0 這邊是1 那我要1的部分 幫我放到這邊來 所以喔 我的敘述 特別注意喔 我這邊寫什麼 寫的方法就是 得到array2對不對 他用冒號切開來之後 那我只要1的部分 所以我就把array2裡面的1有沒有 再放到這個儲存格裡面 OK 然後呢 c等於c加1 c加1是說 下一藍 有沒有 c現在是藍 所以就換到下一藍 下一藍是這個嘛 有沒有 c喔 下一藍 第二藍 一樣是第一列 那就換下一個 換下一個 換下一個 一直類推 所以你會發現喔 我們做完之後 這個把它按F8 OK 切 那這個裡面你會發現喔 如果你看不到裡面的東西 你可以按右鍵 新墊監看4 那你會發現喔 這個裡面就放這些啦 OK有沒有 中間都有冒號 然後一個一個 幫我把它 所以array2 如果你要看的話 一樣 按右鍵 新增監看4 然後array2裡面呢 就放什麼 其實就切開來的東西啦 有沒有 Size跟那個流球 那我要後面這個 所以我抓1 然後把它放在 1,1就指的是這個 然後c等於c加1 就是換到下一藍 有沒有 這個到時候c等於2 就放第二藍 一直類推 所以執行完畢的話 就抓第一個了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那這樣還沒結束喔 目前喔 只有處理第一筆資料喔 然後後面的話 還要再處理其他所有的資料 不過我已經寫好了 所以如果回去 你們有時間 可以預習一下 處理一個 然後呢 後面再處理全部 那處理全部之後的話 再處理一個 如何把它直接從網路抓過來 不是放G1喔 有沒有 直接讀過來 因為我們現在是 因為為了說階段性的 所以我先把資料放到這邊來 那之後的話 最後就是把它直接從網路上 把那個json檔 下載到我們的程式裡面 然後直接處理 處理完就列出來了 我印象中 我已經把這個程式都寫完畢了 所以回去有時間的話 自己再try一下 這個是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是切割全部 切割全部一樣會需要傳遞兩個參數 也是一樣要用到共用的Sock 不然的話 一直呼叫 一直呼叫 有沒有 第一個 第二個 第三個 第四個 那處理全部完之後 再去下載 有沒有 那這樣的話就全部完成了 所以Ending的話就這一個啦 OK 所以回去有時間的話 不妨可以試試看 那今天主要是針對那個 CSV跟XML還有json格式做說明 那下一次上課的話 主要是再來講網頁 如果要抓網頁 如果跟各位講 網頁這部分 Python就有絕對的優勢 OK 所以如果你要抓網頁資料的話 其實還是建議你可以學一下Python吧 不然的話很多地方 VBA還是有些功能是不及Python的地方 這是平良心講的 OK 畫面先再還給各位試一下 剛剛那個json部分 我第一個只有先切一部分 再來就是切全部 再來就是下載之後再切 OK 其實分幾個段落完成 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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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滾